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明朝 1.3上線雙型角色 全新4星來了 2.0新地圖確定 新聞法要來了 明朝 1.3卡10大反轉 首個五星光來登場 雙型態強度追趕金西 角色復刻來了 藍發羅莉定位曝光 明朝 1.1拳角色強度排行榜 T03未必抽 金西最強主C 常理炎質輸出兼備 最後一位人手一個 1.1下半卡池已上線一段時間 測試服那邊僅有一些零散的消息放出 1.2版本的相關活動官方還在藏著 看來基本上是不會贈送限定五星角色了 儘管近期幾次優化都沒有朋友費 但由於隔壁的原因 明朝的熱度和關注度反而還增加了不少 那麼近期明朝這邊還有哪些新鮮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結合已知信息來看 索岸人屬性目前有兩個版本 分別是限定光乃以及限定大C 其中限定冰C的概率較高 畢竟前面有折肢這個輔助 儘快安排冰C才能賺取更多的流水 通過測試服的消息來看 索岸人的例會稿或將發生變化 在常立暴衣之後 索岸人也將擁有雙形態的設計 預計將會以眼部的蝴蝶為重點 涉及一些相關元素 由於目前還沒有缺卸答案 再加上例會還在場 索岸人的相關信息大致了解一下 建模後續會有更改的可能 除了限定角色的消息外 將會有一位名字叫幼狐的四星角色登場 按照當前的卡式排期來看 幼狐最快會在1.3版本入詞 目前只知道這位角色為蘿莉或者是少女 藍色頭髮 服裝設計比較偏向於傳統的青花池設計 定位為冰C-C 相信各位漂泊者都已經知道 1.4版本之後會直接跳到2.0版本這條信息了 根據安排 玩家接下來即將到達的新區域名字為《黎納希塔》 有關新區域這部分 官方已經開始做鋪墊 在這個人類與生孩和諧共存的國度 生孩的行為與普通人類別無二字 官方又會整出什麼活 讓我們拭目以待 明朝1.1下半卡池的長離 已經和各位漂泊者見面了 1.2版本的兩位限定五星角色也已經被冠選 分別是摺姿和香里樣 而說起後續1.3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 也是很多漂泊者們比較關心的 就後續卡池角色等安排 一起來看看吧 1.3卡池的五星角色 第一位是首暗人 就往傳的消息來看 目前已知的是首暗人已經被重作了 和之前的形象不一樣 首暗人的定位是五星光奶 作為首個限定五星奶媽 據說擁有兩種形態 還可以展開領域劇情定位是合決一個級別的存在 級別高於精細 第二位五星大概率會有角色複刻 就是不知道消息可信度怎麼樣了 而在後續的1.3卡池還會有 一位全新的四星角色登場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幼狐 一位藍发小蘿莉 服飾是有非常濃郁的傳統元素存在 據說是青花雌峰 定位是兵系後台協同共鳴技能拐夫C 不過依舊是網傳消息 沒有確定感興趣的漂泊者們 倒是可以期待一波後續的相關消息 圖片與角色無關 值得一提的是 明朝在後續版本有可能會推出皮膚系統 那如果增出了皮膚系統的話 各位漂泊者希望最先出哪一位角色皮膚的時裝呢 明朝1點一下半卡池的長梨已經登場 各位漂泊者們是不是都已經抽到了呢 而隨著新的限定五星角色長梨的加入 也迎來了新的一個強度排名榜單 之前也說過 每次新角色出現都會令榜單發生變化 隨著時間增長 榜單才能穩定下來 廢話不多說 一起來看看最新的強度榜單吧 T0 第一位 驚喜驚喜 在當前版本史無可爭議的最強組 C沒有之一 強大的爆發輸出 和非常廣泛的配對搭配玩法 多變操作 也是非常的簡單 唯一不算缺點的缺點就是 技能範圍不太大 第二位 長梨長梨 是才出來的角色 但是熱度也是非常高的 本身也是擁有不俗的傷害 既可以當作主C使用 也可以當作-C使用 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操作實在是太複雜了 所以有的人用非常強 有的人用又沒有一點傷害 第三位 維里奈被各位漂泊者稱為為神的存在 維里奈可以為隊友提供穩定的治療 還可以通過技能的增傷 為全體隊友提升輸出能力 無論哪一個隊伍 基本上都會有維里奈T0.5 第一位 紀炎 紀炎是1.0出現的限定角色 在驚喜沒出現之前 也是當之無愧的大C 哪怕是現在1.1的版本 紀炎的強度也是一直在線的 依賴大招主打重機傷害 第二位盈靈 盈靈當作-C 其輔助能力非常突出 可惜的是適配隊友在下一個版本 感覺盈靈下一個版本可以起飛了 第三位 安可 安可是火屬性的主C 大招不光可以強化自身的普攻 還可以疊加火屬性的傷害 有手法的還是可以使用長安組合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內容 感謝各位漂泊者觀看 請完成 即將 仇佛 各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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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